妹妹的地獄是摸戀讓隊 黑哥八項選擇 今天輪到最後一位挑戰者 妹妹 體操、奧運指定晉級運動 主要是鍛鍊、反應還有意志力 是一種強調美感的藝術 並且要求肢體柔軟度 還有協調性的病重 是一種晉級的運動 而咱們妹妹 為了要增加體態的美感 並且培養自信還有光彩 所以選擇了體操這個項目了 今天我來到松山家商 我的挑戰的才藝項目就是全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體操選手 就類似蔡依林的 什麼 沒錯 我的教練就是蔡依林在舞娘裡面 大家看到有彩帶舞的教練 然後我剛剛看到老師走出來了 我現在有點緊張 妹妹的教練 正是蔡依林在舞娘當中 刷彩帶的指導老師 而咱們妹妹能否跟隨前奔腳步 挑戰讓人盡嘆的表演啊 有些動作你要做 看什麼 就是要把折 沒有 不是啦 就是跟團有關的動作 好 好 在看過小選手們 力樂伸手之後 有點傻眼的妹妹 馬上要展開第一堂課的練習了 體操是講求柔軟度的運動 所以一定要將熱身做好筋拉開 一連串的苦戰在等著妹妹呢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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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好 謝謝 第一口 看地上 你怎麼踢我 我自己在講 不要 也因為體操很講求有軟度 所以一定要將全身的筋拉開 而筋很簡單的妹妹 在一開始的熱身就吃著了苦頭 不斷的哀嚎教練依舊不理她 繼續棒塔拉筋 因為妹妹不是笨行人 所以只能用這種四八達的教育 才能讓妹妹在短時間之內 迅速達到教練的要求 所以妹妹只能把皮繃緊 麥頭骨幹繼續練下去 這次來練習那個體操的項目環 剛剛練到一半有點那個 不知道是缺氧還是怎樣 覺得有點想空 然後所以老師現在要讓我休息 然後趁現在趕快來記一下 剛剛有寫的動作 因為我覺得我是那個 很容易記著 然後回到家裡 就是一放鬆就會忘記的人 所以我現在要趕快先把它記下來 答案我全選 第一堂課中 浪費了大部分的時間 再把筋拉開的妹妹 到了第二堂課 努力的追趕落後的進度 希望能將之前沒學到的東西 在這堂課中學完 一、二、三、四、五 GO 各位 成功 成功了 可是好像會覺得很慢 而且覺得我這隻腳好醜 對 可是你必須要先能夠成功 你才能夠去修動作 你連成功都沒有成功過 你不知道做起來到底是什麼樣子 你怎麼去修動作 怎麼要讓動作變漂亮 沒有 我不成功一次我們再來修動作 他有什麼動作要做 對 妹妹知道體操是一個不簡單的挑戰 所以她把握每一個可以練習的時間 並且對自己要求完美 但是這樣求好親切的心情 卻阻礙了妹妹學習中的進度 讓妹妹陷入瓶頸之中 好像沒有那個 按照應該要進步的那個 我好像一直都停在那邊 像有點擔心 就是完完全在自己堂課上 有一種被打敗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困難 然後我覺得 不希望 會 讓大家覺得很丟臉 所以就是無論我覺得 體操是不是跟我以前會跳的舞蹈 是不是一樣的 或者是說 是不是像大家想像中 那麼簡單的 我覺得我還是會把它學好 至少 我不會讓老師丟臉 還有就是 一個會的丟臉 對 好 來 集體加油 集體加油 在壓抑的情緒 火的宣洩後 妹妹將她不安緊張的負面情緒 轉換成動力 更加其奮地繼續練習 到了第三次的練習時間 老師教給妹妹的 依舊是高難度的體偷動作 但妹妹不肯一聲地埋頭苦戀 就在這個時候 出現了意外的訪客了 姐妹們來坦白囉 為了不打擾妹妹的練習 就坐在一旁觀望 看到妹妹如此地獄般的訓練 其牛牛們各個表情凝鐘 好可憐 我覺得他們好辛苦 可是就是表現出來的樣子 是我覺得是很漂亮 在裡面看起來 感覺是一個地獄的磨練 對,我相信你可以的 謝謝 今天不要想可不可光 只要先想著要先盡力做好的 對,你要把它盡力練習 好 然後剩兩堂肉 我就盡量把中間的自信 找回來了 不管怎麼練著練著 把他每次進去了 我練自己能這樣 好,我會講遊戲了 妳要講還可以 對 妳要有那種奧運選手那種 對 對 雖然搶眼歡笑 但是看到了姐妹們 妹妹還是任目著落下了以來 而在獲得姐妹們鼓勵之後 相信妹妹一定會一步一步 慢慢的克服她所面對的困難 加油啊,妹妹 今天是妹妹最後一次上課了 經過了這五次課 我覺得她比我想像中進步得快 而且說實在 她應該回去有自己用心 在做自主訓練 就是今天給她的課程 然後下一次來 可能隔了一個多禮拜 可是她記得上次教過什麼 甚至有進步 我有問過她 她可能是說 她在家裡可能 環境的能力範圍裡面 她能夠練的 她在家裡都有去練習過 所以來了以後 我給她新的東西 很快她就能夠上手 因為她原本舊的東西 不太需要去複習 馬上就能夠練新的 手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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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坐 在坐身體 先坐坐 對 在驗收的前一天 相當努力的妹妹 將自己的狀況 調整得十分不錯 但覺得這個時候 卻出現了驗收隱憂 比較擔心的是那個 踢路線的問題 我比較擔心這個 因為怕這邊場地這麼空曠 你當然很好做 萬一正式來的時候 對 真的飛出去了 結果觀眾這樣 快點死 練習的這個教室 是一個很大的活動中心 然後到時候攝影棚的 會可能縮小很多 然後因為我每次踢的 落地的點都會不一樣 我有點擔心 明天場地一縮小 然後會有 聽說會有一百名觀眾進來 我怕到時候 跟我練習的 會完全不一樣 然後現在就是 面臨到 因為一直要一直踢那個環啊 那那個腳有一點 那個 這一塊吧 因為其實正確要踢的地方 應該是 我好像每次踢的都不一樣 然後所以每一次受傷的就是 老實說如果踢同一個地方的話 你只會受傷在一個地方 可是我就是 每次踢都踢不一樣 然後現在有點緊張 有一點語無倫式 現在就只能練習練習再練習 撐過再撐過 不會加油的 為了在驗收時 不出現任何差錯 妹妹不斷練習踢環的動作 就在練習過多的情況下 妹妹犯下無法挽回的大錯囉 好嗎 好嗎 怎麼辦 我的呼拉圈斷了 好 好 好 埋焦在裡面好嗎 好 很危險 很危險 在表演前戲 最重要的體操環 竟然這時候出現斷裂 而面對不順手的心環 如同歸零重來 面對這樣突如其然的意外 妹妹要如何克服呢 妹妹的體操環